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在民國76年吧 那段時間的話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是這樣 那時候也是 當然知道多少港 也是沒有路線的 也不知道怎麼走 就是走到那邊 那時候四起 那時候剛開發空地 什麼的一堆 而且那邊還臨近 所謂的南山公墓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到那裡去 那地方應該是從民路 走到那裡的時候 也不知道說 三間小廟在那邊 那時候我還不是更頭疼的 就是在那時候的時候 大小整個那裡握起來 一個木頭就兩點多精 那一天就兩木兩點多精 以我的感覺的話 那邊的話可能有 藏有不好的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廟宇就說 這種東西如果不是這麼神經 通常都有一些不好的東西去那裡握 可能有鑽到那裡 所以那個廟宇就 我最喜歡的 他就有清晰 所以說他用的那時候 他勢必一定要處理一下 所以說他會處理 但是要處理 結果 一個處理的動幹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開發 沒關係 我還是 處理的時候 我走到不後 發到有往後 真的是處理蠻久的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也有 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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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 我就是說 他先要去發一個結界出來 結界這一個結界出來的話 比較好抓拿 這個抓拿的目的就是說 這個結界的目的就是說 讓這些東西 不要發出去結界外面 以後機桶 就起來 起來的時候 當然處理的事情也一大堆 處理完之後 然後 他走破爐的時候 他就是 他還有 他還有一些浮情勾斷 還過得來 過得來的時候 他知道說 有的的時候 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又打鼓回去 再把小小的抓起來 之後 再整個帶回去 他 他裡面有打鼓嗎 其實來講就是 事情都比較 那個 不好 或者說 他們這棚真的很大棚 他有沒有 他有先回來 進去 他有先回來 廟林進去 先回來 我們中車廠裡面進去 進去 進去後 我當然那時候是 機械起來 跟他 比較不小 就對了 我想說 先把它 先處理掉了 先沾 先沾 就對了 好 然後 有村在這裡 比較乖 那 過去 就是 看看要怎麼處理 路營祭也好 還是怎麼樣 還是 說說他要對他 或是 我們旁邊 要對 地獄公園 去修行 什麼 那都不管 因為我們 在 這個地方 你也了解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沒有 不是屬於我們管轄 因為我們的實事 城管 管轄權還是在 現城管 所以說 也是要讓 現城管去處理 不過 最好 老闆 最好 老闆 我最好 六星處理